今天我們邀請到的國手是 上了三屆成人國手 三屆都選上代表隊的桌球國手黃彥辰 那請他來示範一下基礎中的反手拉球 喜歡他的話可以追蹤一下他的IG哦 我覺得想拉好反手拉的第一個小秘密是 腳的部分 你要知道自己是以反手為主 還是正手 如果你是以反手為主的話 那站位上雙腳就會平行一些 反之以正手為主的話 就會站得側一些 這關乎到中間的來球 你是要使用正手回擊 還是反手回擊 在開始打球前 就得先想好 要是在打球中舉棋不定 則會影響到判斷來球的時間 進而造成失誤 當球過來的時候 腳必須先到位 然後腳要微微蹲蹲起來 拉的時候 要一起出去 才有力量 打球要一貫 不能有分離的動作 出手的時候 要剛好那個力量在一個點上 才能集中發力 第二個小秘密是核心的部分 一樣是要保持緊縮的狀態 Hold住 腳蹲蹲的力量 拉下旋是往上提 拉上旋是往前拉 拉的時候 力量要一起出去 動作一貫 才好集中發力 第三個小秘密是 上半身的部分 在核心有緊縮的狀態下 想練反手拉要慢慢來 尤其是國小生 不然手腕很容易受傷 其實練多了 都能夠自己揣摩 只要合理 有自己的發力方式 都是能接受的 好啦 這就是反手拉的三個小秘密 相信大家多加練習後 反手拉一定會越來越好的 有什麼問題也可以私訊我IG 我會盡快回覆的 還想學什麼技術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會持續分享更多桌球技術給大家的 那我們下期影片見 掰掰